你知道一个武林高手被比武大会给拒绝是从什么感受吗 洛克希德的臭幼工厂就曾经清清楚楚的体验过它 这架飞机看上去很像F117对吧 但它其实是F117它爹 或者说是它娘 因为它代号为慵懒的隐形战斗机的祖宗 制造了两架原型出来 还先后在飞行测试中坠毁了 所以连个模型都没有留下来 这么看起来我手上的这架就相当稀有了 世上唯一我自己建模用3D打印机做出来的 那么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模型 给你好好的讲讲它以及它背后那段臭幼工厂的辛酸史了 时间还是要回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 背景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我讲油猪和沉默之兰的两个视频里面都分别提到过 建议那两个视频你也不要错过 总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 在1975年的时候启动了一项旨在造出对雷达而言隐形的战斗机的哈维计划 为什么要把这个计划叫做哈维呢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他们是受到了一部电影的启发 因为电影的主角 一只高约2米的隐形的兔子的名字就叫做哈维 所以老鹰是应该要给兔子付版权费才合理的 好舞台已经搭好 那演员上哪找呢 大帕琢磨了一下就将邀请函发了出去 收到的分别是通用动力 费尔柴尔德 格鲁曼 麦道和洛斯罗普 都是大名鼎鼎的飞机制造商 并且旗下都有叫得上名的战斗机 对不对 但是他们怎么就把洛克希德给忘了呢 开什么玩笑 洛克希德旗下的车油工厂多年来 一直都在为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 身材所谓的低可观测飞机 比如高空侦察机U2 高空高速侦察机SR71 以及D21超音速无人侦察机等等 尽管他们在技术上并不是严格的隐形的 但是也针对雷达探测做出过优化 在他们的表面都有图上专门的吸波材料 正是因为如此 你看SR7多大的一架 但其实他的雷达截面就跟一架Piper的经典小黄机一样大 所以理论上这个舞台最应该交给的就是洛克希德的臭油工厂 好他把给出的理由是兄弟啊我们不是把你给忘了 而是你看咱这次造的是隐形战斗机 你多久没有造过战斗机了 你们的侦察机是很厉害 但造战斗机吗 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不仅他们不放心啊 就连他们选出来的几家战斗机制造商呢 也有点信心不足啊 虽然邀请函发出去了五份 但真正决定赴约的也就只有麦道和洛斯罗普两家而已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洛克希德排出在外 也是相当合理的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啊 此时的洛克希德臭油工厂 实际上已经拿到了能够突破隐身技术的罗赛塔石碑了 他就是数学家和雷达专家丹尼斯·奥瓦霍赛 从一份封藏了九年的苏联论文里面找到的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啊出自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之手 是在麦克思维方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能够用来预测特定几何形状的雷达反射率 你看这个东西被臭油工厂给捡到 是不是如获至宝呢 所以自然就被严严实实的保密了起来 保密到就连大炮都不知道的程度 其实臭油工厂已经利用这个方程 编写出了一个名字叫做 ECO-1回升一号的计算机程序 允许工程师将飞机的设计分解为一系列的三角形 并以此来计算任何特定引脚下这架飞机的雷达界面 从这里入手呢 工程师就能够逐步优化飞机的造型 实质达到一种最小雷达界面的结果 于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啊 洛克希德知道自己有杀出钱 肯定能够赢下这场竞争 但是他们又不能明说 而不敞开来明说吧 大怕就是认为你办不到啊 是不是既尴尬又讽刺呢 洛克希德只能不断的厚着脸皮天天游说啊 求求你给我试试吧 到了最后 大怕实在是架不住了 说好好好 我就让你来吧 其他两家 这里指的是麦道和洛斯罗普啊 我给了他们一家各十万来做前期工作 你吗 是非要挤进来的 就没有那么多钱了 给你一美元象征一下 要就干 不要就拉倒啊 洛克希德是看得上那十万美元的人吗 不 他们要的就是入场券 什么象征不象征的 一美元也不要了 这个在事后呢 其实就变成好事了 由于没有要国防部的钱 洛克希德所有做的工作呢 都是归他自己所有的 就连这架概念机的专利也是他自己的 希望洛克希德 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哦 好了 玩家都已经入场 接下来竞赛就正式开始了 在Echo One的帮助下呢 洛克希德的设计团队迅速对二十多个候选方案进行了排序 最终就找到了最优化的雷达截面设计 它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菱形外观 所以插一句 菱形外观真的就是最好的吗 当然不是啊 主要起作用的 或者说是主要限制它的 是当时的计算硬件 计算机 既是最小个的 又有冰箱大小 还只是个十二位的 其他的硬件还包括计算尺 是的 可以说它就是半手算出来的 所以复杂的曲面它哪里能够处理得过来呢 菱形多边体就已经是极限了 彼得乌菲姆采夫的方程 要到后来的超级计算机时代 才能够真正发挥魔法嘛 好 到了1975年的夏天 DAPAR觉得给你们三家用来设计的时间差不多了哈 于是919 请分别将全尺寸的模型提交上来 咱们要进行第一阶段的 所谓生存能力实验平台 XST的风动和雷达回波测试了 在看了XST对雷达回波预知那高的离谱的要求之后 卖到退去了 于是比武厂上只剩下了洛克希德和洛斯罗普两家 他们分别又拿到了150万美元来做模型 然后按照要求将自己的飞机送到了白沙雷达测试厂 这架立在支架上的 就是被洛克希德命名为绝望的钻石的 价值150万美元的模型了 这架则是洛斯罗普的 你发现没有 尽管没有保障方程式和X1计算机程序的帮助 洛斯罗普竟然也采用了跟洛克希德类似的物理解决方案 来降低雷达截面 可见它的厉害也不是盖的 所以后来的沉默之蓝和再后来的B2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是另外一个视频里面的故事 咱还是回到这个第一轮的隐形PK上 显然洛克希德的绝望的钻石赢了 它的雷达回波是洛斯罗普的十分之一 而两者的回波甚至都要比原先支撑机它们的那根架子还要小 这又是有趣的一点了 尽管造模型的预算本来就不多 它们还各自拿了十万块钱出来 改进那根支撑杆的设计和材料 才最终让它的雷达截面变得比飞机更小的 于是洛克希德独自就拿下了合同的下一阶段 也就是将这个模型变成两架能够真正飞得上天的原型机 为此政府愿意再掏两千万 好吧 两千万 不够呀 可是以致此 臭油工厂的负责人本里奇决定说服东家 自掏腰包一千万来补贴一下 大家就紧着这三千万来造飞机吧 把钱都留到刀热上 刀热是什么 大家清楚的很 当然就是隐形了 所以其他能够让飞机飞得起来的东西 只要拿来主意就可以了 哪怕是竞争对手的也不怕 于是低价雍南 你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就是打补丁传出来的 飞机界的科学怪人了 飞行控制系统是从通用动力的F16上霸下来的 发动机是从诺斯罗普的T38上霸下来的 同样还有前起落架 而主起落架则来自F104 弹射座椅来自F16 生产线借用的是C5运输机 真是极重家之所长 我特别想说的是F16的飞控 没有它 很多厉害的飞机都是不会出现的 但这个话题我就留到后面了 专门讲F16的视频里面吧 大家耐心等一等 1977年11月初 代号为HB1001的雍南一号 在车位工厂位于加州博班克的工厂里面 进行了秘密的地面测试 为了掩盖其真实的形状 上面还被小心的涂上了迷彩 很像是我以前讲战舰上的迷彩那一期干过的事情 然后就被拆分后运往了51区 在那儿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飞 所以51区的秘密还真不是啥外星人的秘密 更多的就是美军自己的秘密而已 第一架用来只飞了36次就坠毁了 原因是着陆时飞机突然的意外上情 然后是第二架 改进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故障 增加了雷达吸收图层 移除了那个不怎么隐蔽的尖尖 但是也只是在飞行了52次之后 坠毁了 这次的原因是排气泄露 于是两架飞机都没有保存下来 连残骸都被小心的埋进了内华达沙漠 某个鬼都不知道的地方 它还有它的直接继承者F117 被外界知道已经是过了十来年之后的事情了 可以说它的遗产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世界 雍兰带来了F117 F117带来了F22 F22带来了F35 而这一切的起源 居然是一位苏联科学家的一段方程式 有意思吧